大家好,如果大家还记得 我在7月15日和22日出了图中这两条影片 显示了美股市场极为乐观的情况 这幅是纳指的日线图,出片的时候 即是图中箭嘴指着这两个地方 就是市场情绪乐观到极致之时 纳指调整了近6% 星期三开始穿50天线 大家最想知道是What Next 今天就会探测一下 大家留意本影片的内容是纯粹经验分享和教学的用途 并非投资建议,大家小心求静,衡量风险才好投资 如果大家都喜欢这类影片,记得给我like和share 最重要是不要忘记订阅和按旁边的小铃铛 愈多人like,愈多人subscribe 我就愈有动力制作同类的影片 如之前所说,图中箭嘴的位置是我认为市场情绪极致地乐观的时候 纳指在这里见了短期的高位,7月中之后纳指是再没有厂高的 我之前看拉回的风险增加,不要高追MG7或其他远近致命的AI股票 观点算是清楚的 这里才要解释为何我要说回之前的东西 而不是一开波直接去说或预测未来的东西 这样到后提 有很多不求甚解或一直没有follow的人会觉得是马后炮gel头 但其实很多分析本身是一路实时地进行 可能是由于接收者对某些资讯并没有重视 注意力并没有放在那里 经历了一段日子之后,水过鸭背就会失去 又或者很多人根本只是想知道某人看升或跌 对于当中的理由或其中的路径根本是没有兴趣知道的 但我都希望就算是讲市况的影片,至少都是educational 或者大家平等地有个知识上的交流 纯粹乱按鼓,纯粹预测,做片是没意思的 看片的人也没什么意思 所以我都会尝试讲一下自己看的理据是什么 让大家知道整个看法是怎样产生出来的 到下一次大家自己遇到类似的情况 自己可以做到自己的分析 这样才是有用的 说回纳子,目前它是有一些超卖overshow的情况 但就不算极度超卖 下一次的动能仍然在增强之中 我会这么说,反弹的机会是增加回 机会是高了 但机会又不是极高那种 所以以做仓的角度来说 在这种位置才去追沽 reward to risk 已经是大不如前 直博率或性率都是低了 这幅是NAARM 基金经理持仓调查 图中标示的7月24日是高峰水平 当时基金经理持仓水平是103-104% 大家看到图的下方 这个位置就是标普500指数近期高位的地方 有人会说标普500指数最多调了3.5% 不算太多 但大家看看 MG7 这7只MG的股票 由高位到星期五 大家可以看到跌幅 由3%到接近19%不等 而其中4只跌幅是超过10% 更不要说一些耳线的AI科技股 最近坊间最广泛谈论的Palantir 由高位跌了两成半 如果6月你持有那只股票 到现在是没有任何回报的 你说是否重要呢 到了这个星期 基金经理持仓水平跌到65%左右 我的理解就像上星期的影片所说 目前很多人对牛市仍未坚定 所以有风吹草动很快就会减仓 技术上这些设计是有利反弹多于熊市丛林 真的要见高位多数都是一个大众对牛市坚定不移 开始多数人认定经济衰退不会发生时才会出现 跌一跌多数人很快动摇的市况不是一个红信号 CNN Grid and Fear Index 由前两个月保持Extreme Grid的状况 到目前已经是回到Grid的状态 66分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水平 一个是Sentiment Traders Smart and Dumb Money Confidence 7月26日就是Dumb Money的高点 我之前在YouTube这里提过 目前Dumb Money的水平已经回落了不少 接着就是标普500指数 Commitment of Traders Report 图中红线代表Commercials 即投机者的对加 COT Index 以及代表小投机者的仓位 绿色线的Sentiment Index 上方是6个月的Look Back Period 图的下方是一年的Look Back 大家看到战嘴指着是7月18日 小投机者的仓位是一个高峰的水平 COT Index 到最近星期二仍然保持零 即投机者到星期二为止仍然极端地做好 仓位状况就是告诉我 虽然资料有几天的滞后 但整体上中期调整员的机会 即是就这样反弹再创新高的机会 仍然偏低 因为仍然有那么多trend followers 即投机者 仍是极端傾側地做好仓 即是表示将来夹淡仓 或者进一步推升的力量 仍然是单薄的 可能的场景可以是 大市弹下跌下跌下跌下又弹下 但整体仍然是向下 直至整个调整浪完成为止 关于Communment Traders Report 各资产的分析 每个星期周末 期货交易委员会更新数据之后 会在我patreon pro 上载 OK 上述一系列的指标 在近一两个月 几乎每一次都一路跟进 大家如果有跟进整个过程 就会明白我对于大市的判断 理据是怎样看出来的 日后大家做同样的东西 一样是可以 从同一个思路去分析 希望这些影片可以帮到大家 另外就是市宽 NYSE 即是纽约交易所 McCarran Summation Index 在8月3日开始呈现 down trend 即是上升股票的数量 相对于下跌股票的数量 是越来越低 即是在这种市场 做个别股票的胜率会减低 而整体上大市有更深回调的风险 是上升 关于市宽的解读 是技术分析上最多myth 或者是误区的地方之一 我自己都中过招 最近Can Fisher 有一个很有趣的观点 之后相关的议题 我有时间会在patreon整理之后 会做作分享 这是纳纸的McCarran Summation Index 8月4日都出现同一个讯号 所以自从7月底开始 我的仓位策略都倾向保守 持形保态为主 另外其他提过的指标 例如强上升趋势日数的统计 纳纸之前的上升趋势日数 是高达连续66个train days 属于超越均值不少的数字 这些状况都增加了之前回调的机率 接着就是Wattnext 现在纳纸初步跌穿50天线 但是跌幅是连整个升浪的Fibonacci 0.382都是未到的 第一调整的幅度 如果这个真的是中期的调整浪 理论上它现在调整已经多过50% 开始算是 幅度上是绝对不够的 我会期望至少可能去到 Fibonacci 0.5-0.618 即是图中的紫色box 大约14000-14500 这些之间才算是足够的 第二虽然是这样 牛市调整很多时候 我不是一定会 而是很常见 机会率很高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去到50天线会有一些反弹 纳纸在这里大家没有看到什么重要的市场支持阻力位置 但是跟纳纸 相关度极高的标普50指数是有的 大家看到图中知识box在近期的支持阻力位置 所以在目前这些水平有一些短期的反弹 绝对不出奇 所以纳纸的话我就会想象会不会有图中这种走势 即是可能会再低低多一点 去到Fibonacci 0.320 然后就反弹 去到20天线左右又会阻止 然后配合其他消息 消息例如会不会是月底的Jackson Hole 联会 白威尔可能又继续放音 或者表示再继续加息 或者可能会不会是月底PCE的通账数字 或者就业数字等等 配合消息 然后再调整到足够深的水平 然后才重拾升浪 这个是我自己的road map 我也是例牌重新 不一定会发生的 我亦都会不断根据新的发展去修正自己的road map 这个要留意 国家加息Interactive Brokers 都加到息 如果在Interactive Brokers 币 资产仅值超过10万美元 而现金有1万美元以上 就这样放钱在什么都没做 已经享有4.83厘利息 直接就是一个收住钱等交易机会的概念 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Interactive Brokers 的资讯 可以点击画面上的连结 或者下面Description 的连结 可以了解更多 只要点击进去 你什么都没做过 已经对这个频道是一个很大的支持 感谢大家 下一步我们就看有没有反转的价格走势讯号 即是我经常说的reversal pattern 首先指数本身是未见到有的 我们进一步看其他重要的股票有没有 这一只是苹果公司 业绩之后这下大成交 gap down 穿50天线 走势是颇为丑样的 6月如果持有 苹果股票资金是没有回报的 这一个星期跌到我用期权引申波幅计算的 Wikili Expectant Move 负1个标准差的地方就顶着 同中紫色线的区间是正负1个标准差 红色线就是正负2个标准差 暂时我未见到有reversal pattern NVIDIA 也是 但是5月底gap up飙了上去之后 被赶泛谈论之下 回报可谓伐善可陈 最近配合美国向中国禁售半导体的消息 跌穿了50天线 亦跌到Wikili Expectant Move 负2个标准差 即负2色线的地方顶着 都是未见到reversal pattern 这些Wikili Expectant Move的数值 会做了各大指数 和重要界别ETF 和大型成交活跃股票的数值 每个增活会在Patreon Pro Quartier上载 亦会上载Trading View 的组织 大家就这样copy and paste 到Pine Editor 就可以更新 非常方便 这就是Tesla 走势仍然是向下的 它穿了50天线 MacD RSI 仍然是 bearish 未见reversal pattern 最近很多人说的 未来世纪股王级股票 Palantir 跌穿market structure支持位 和50天线 未有reversal pattern 下跌动能还是强 所以我们看到之前一系列重要的股票 几乎全部都未见到reversal pattern 这只LLY 因为减肥药大升 目前是Twitter 最多人说的股票 相信看了这条片 到这里 你不用问都应该知道 现在LLY 在这个位置 买入的直博率究竟是怎样 最近另外一个很多人谈论的观点是 科技股转弱能源股转强这个sector rotation 科技股现在虽然跌了很多 开始多了人转强 但是 仍然不少人是 bullish 但后者能源股的信息 似乎是较强 图中是CNBC 正是星期五单日上转了的影片 随便拿四条片出来都跟油价或者能源股有关 左上角这个人说他对油价是 bullish 因为美国战略储备是在历史低位 关于油价 这个星期的CMT report仓位是很有趣的 这个我会在Patreon说 时间关系就不在这里长谈 右上角是大行的推介 Chevron是油股 左下角SLB都是一些石油切被股的推介 右下角Final Trade都是推介了XLE 可见这个能源股最近也是颇受欢迎 为什么最近那么多人是推介油股呢 原因就是这幅是XLE的图表走势 即是能源股ETF的图表 最近它是折折向上 不过XLE最近开始接近重要的阻力位置 如果在这些位置追跌率似乎不是太高 而AI那方面仍然有分析师警告大家 这些论点不外乎都是说股值昂贵有泡沫之旅 有人警告 即是还有很多人半信半疑的话 即是长线 可能还有空间 去到没有人警告的时候 或者好像我那时在2021年11月警告Tesla风险的时候 那时Tesla是拆股之后的$400左右 现在是$240 在那些时候你警告 立即会有人跑出来 说我没有做基础分析的时候 这些时候应该是比较准确是一个见顶的征兆 希望藉着今次的影片 大家会对一些新闻消息 或者一些坊间评论的解读 会有一些启发 详细的大使 各别公布评论 招电watch list 和教学会在patreon的频道发表 有兴趣的朋友 欢迎加入 祝大家周末愉快 下次再见 拜拜